自古以来 南方北方口味差异极大 其美食分立两大阵营 时至今日 一项由中科院专家团队 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研究 显示了不同省市心血管死亡人数的差异 地图上显示的心血管疾病重灾区中 南方北方均在榜上 南方人 北方人 武南人 东北人 我们在北大医院新内科病房 对不同地域心脑血管病人的日常饮食习惯 进行了调查 口味 就是这两种吃的比较强 因为咱们这个北京人往往都爱吃这些 现在我不吃 元朗医院也爱吃 炒菜的饭 什么菜我都吃得多 最好是每个饭都有写写的舒服一点 南方北方各自独特的食物佐料 会不会就是这份心血管病高危地图的导火索呢 这两种南北分立的独特口味到底是什么 进入今天的我是大医生 为您抽丝剥茧 探寻事实真相 我是大医生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我是大医生 李医生好 李医生今天台上气氛好舒服呀 是啊 但是前面这几个圣字 给咱俩搞得特别有战斗的气氛 圣男圣女吗 不是这个圣啊 争强取胜的圣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探讨一下 南北美食 李医生是哪里人 我是北方人 我也是北方人 好 那北方圣 我虽然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喜欢南方的美食 首先啊 南方美食又不是南方美女 李医生 你表现 因为它首先制作很精美 很精良 它的味道偏清淡 好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北方人的话 出于公平起见 我们真的得请一位南方来的朋友 到台上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欢迎两位男嘉宾 一位南方帅哥 一位北方老人 老帅哥 我们来欢迎穆玄甫老师和黄一新 欢迎两位 穆老师特别不爱听 怎么叫北方老师 不是爱听爱听 多有戏 我跟你说啊 这北方菜啊 是一个大菜汽 黄河流以北啊 都是北方啊 所以你今天输定了 穆老师是哪人 我是二宾人 二宾人 东北的 黄一新是哪人 广州 粤菜 先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 说一说自己在南方跟北方的菜系当中 最喜欢那一道菜好不好 家乡菜的话 我觉得虾饺还是一个 很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一个菜 水晶虾饺 水晶虾饺 对 里面还有 坑坑大虾 再配上一些鲜子 一些些的小肉 蘸点小醋啊 这么一吃下去 美味 健康 低脂 低糖 对身体非常好 南方的男孩形容什么都是小虾 小肉 小醋 来 河老师 整一个猪肉炖粉调着 我们北方菜溜肉段 对 什么东西 溜肉段 溜肉段 你没听说过吗 锅包肉 锅包肉 滑溜里结 酸菜粉 这都好吃 今天当然我们是从营养食的角度去分析 到底是南方菜比较健康 还是北方菜比较健康的 其实在生活当中 朋友之间常有这种争论 但今天呢我们找来了一个 主持公道的 主持公道的 对 欢迎今天做客大医生的专家 北京习和院营养科的于康教授 欢迎 余教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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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康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卫生计生委 营养标准委员会委员 余老师今天来 又是来卖书的是不是 身后的书 书啊 又是来卖书来了 因为这本书 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地来做客我们节目了 来吧 就再说一下书的广告好了 来 吃的误区 吃的误区 我们确实得走出吃的误区 这点承认吧 刚才二位一南一北 讲的很多话 对 里头就有对的 也有错的 摘出那些错的 让大家走出来 就得买书 当然看这种方式了 更关键的还要看大医生啊 今天余康教授 必须要主持公道 是 就是南方北方在饮食上 刚才通过两位嘉宾的描述 无论是烹饪的手法 还是选材 特点非常的鲜明 对 现在我们的观众来举手投票 你们认为南方菜 更健康的 请举手 你看又举两只手的 脚也可以举 没有关系 来 然后认为北方菜 更健康的请举手 你们都是北方人多 我分析北方人多 北方多 到底您投哪一边的票呢 我是觉得得具体事 具体分析 行 南方呢 有些朋友觉得 南方菜挺口味清淡的 量比较少 对不对 吃的这么小巧玲珑的 海鲜居多 但这不意味着它一定就健康 而北方菜呢 东北银嘛 对 东北银 北方菜相当地受欢迎 刚才很多朋友也举手了 量也大 但是这个大量中 往往就蕴藏着可能的隐患 这桌上都有菜 咱们就用咱们桌上选的这几道菜 作为代表 来评价一下 到底南方健康 还是北方健康 好不好 你们两位先选一选 哪一道菜率先登场 上菜进入到自吹子类时间 我们也奉陪吧 就大的吧 最大的菜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打开再看吧 好 一二走 你看 都是肉 红烧肉 这个是什么 依馨你这个 这个叫四川的夹沙肉 也叫甜烧白 甜烧白 在五花肉里面加入豆沙 然后蒸 蒸到酥软 甜 糯可口 肥而无腻 这么快查到了 而且记得还特别 很快背下来了 特别肥 这么快背下来了 你这个种类 你看就不如这多 海带木耳 豆腐 豆腐 粉丝 粉条 红烧肉 这不就是乱炖吗 真的是乱炖 它营养多呀 黄一新同学 一句话概括 你的菜健康在哪里 蒸 健康是蒸的 蒸的 来 这是炖的 炖的也不错 炖的 反正都不是炸的 煎的 对吧 炖的呀 这首先都是肉菜 对吧 对 这都是什么肉呢 穆老师这肯定是五花肉吧 是五花肉 五花肉 黄一新你这上面这个 就成五花肉 这两道菜 其实还是有他们各自的特点 对对对 其实那道菜 其实还是它主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甜 甜 这道菜就是一个咸 对 所以这个南北双方的这个特点 我觉得很鲜明 很鲜明 就是南甜北鲜 对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大数据 就是目前我们从甜和咸的消费数据上 我们仍然看得出来南北这种饮食上的鲜明的特点 是吧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咸食消费的地区是在我们南方 咸味或者是重口味的 都是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按照过去我们的一个习惯的说法呀 口味重和口味轻的唯一的一个判断标准 是咸度 所谓口轻就是我吃的比较大 是吧 穆老师 对 口重的人呢 或者东北那边的朋友 山东那边的朋友 吃的盐比较多 所以叫口重 所以从这个角度 人们觉得好像对健康有影响 但恕我直言 今天这两道菜确实好吃 但是如果我们经常性大量地吃这两道菜的朋友 我不得不担心各位的心脏的方面的健康 吃肉伤心吗 吃肉倒不一定伤心 吃肉胖了裙子穿不进去伤心 但是这里头更多的因素还不完全在肉上 后边有个道具 我给大家揭晓一下 我们来揭晓一下 来看看 刚才康叔说了 我们这个南方的甜和北方的咸 两个菜对我们的心血管都有损害 我们先看看 南方的损害 这边是南方的损害 这个道具太精美了吧 也有点 甜 确实问题出在甜上 甜 咸 我们看看北方的 左心是 北方的问题出在哪 右心是 咸 你看看李医生连翻倒器的手指都那么精准 没有就是因为那段时间镜头全在李医生身上 尽量放慢 我又长了个知识 下次你也这么干 大家看 行 行 行 我们提到这个北方的咸 我们都知道高纳的摄入 对 对我们心血管 特别是对血压 对 有一个非常不利的影响 对 吃咸的人非常容易得高血压 没错 但今天我想对很多人 包括对我 也是比较震惊的 就是一个甜 对 对我们心血管系统同样有影响 对 我这点就有一组数据 下面以苹果为例 那么介绍一下这种果糖的摄入 对我们血压和心率都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 我们看这样一个苹果 大概是有200克 200克的苹果里面含有果糖 大约是15克 那么如果我们每天摄入果糖60克 也就是这样四个这样的苹果 长期摄入 那么就可以导致我们的血压和心率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人标准的血压是130 80 刚才提到的60克果糖的一个长期的摄入 可以使我们的血压 平均升高 收缩压升高15个毫米公柱 舒张压升高9个毫米公柱 是苹果也不行 摄入果糖不光是苹果 那我们再看这个对心率的影响 那么如果一个人的基础心率是80 刚才摄入这样的果糖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心率增加平均9次每分钟 那么这是刚才讲四个苹果 如果我们再增加一点剂量 每天的摄入果糖的剂量74克 那我们看会对血压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个数据就显示 它的血压 天哪 达到160 100 这样一个水平的危险 增加70%以上 现在看吃得太甜也会有问题 甜也不行 果糖普遍存在于我们平时常吃的水果中 按专家给出的意见 如果长期每天摄入的果糖超过60克 就会对人体心脏和血管造成严重的影响 那么拿一杯300毫升的纯果汁来计算 其实很容易果糖摄入超量 比如一杯纯苹果汁 它的果糖含量等同于三个苹果 相当于75克果糖 而一杯纯梨汁 果糖含量等同于两个雪花梨 相当于80克果糖 一杯橙汁 果糖含量等同四个橙子 相当于72克果糖 一杯芒果汁 果糖含量等同于六个小芒果 相当于84克果糖 一杯香蕉汁 果糖含量等同于三根香蕉 相当于72克果糖 一杯纯鲜榨果汁里的果糖威力 已经轻松达到了可以影响心率和升高血压的程度 所以要提醒大家 为了心血管健康 一定不能长期饮用醇的鲜榨果汁 李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他提到这个事确实引发大家思考 因为过去跟咸有关联的渊源的历史很长 当年的时候说白了 甜的事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 美国很早以前就有关于甜的方面 糖的方面那些讨论了 因为美国人吃糖比中国人当年高几十倍 最高曾经到过七十倍 就是人均 那个时候中国人吃一口甜的 好像也不是特别普遍的事 但是最近若干年 这个糖用各种形式 或者在各个领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去 甚至我可以讲 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就被糖包裹着 就刚才李医生举例的时候说 一天如果是四个苹果五个苹果那么吃 就容易怎么样怎么样 长时间这样如何如何 很多人会说我是吃不了四五个苹果的 我一个都撑坏了 但是大家如果榨汁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家里榨汁的话 一杯苹果汁需要多少个苹果 对 绝对不止一个 一般要三个到四个 对 如果你每天都是说 我标榜我要喝自己榨的果汁 那你每天可能不止一杯的话 那多少个苹果就喝进去了 是的 这是 就会造成刚才李医生讲到的改变 对 为什么我说李医生讲的还比较温和呢 因为李医生讲的 他毕竟讲的是苹果 很多人吃的甜 他还不是单吃苹果 把里头的果糖摄入进去 因为比如说我喝咖啡的时候 我要往里头放那个方糖 添加糖 一块还不够 我来整它两块 这就属于添加进去的了 那如果我要喝含糖饮料呢 我要在吃西红柿的时候 往里撒白糖呢 我要在吃什么切糕啊 什么什么那些个点心的时候 切糕 往里蘸着白糖 是不是沐老师 对对 咱俩小时候就吃过 对 切糕 凉糕 这些糖就不是它食物里头 原来天然有的了 而是我们后天添进去的 再加上食物里固有的果糖等等 那这个糖的总量就不得了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现在吃甜的问题 应该已经进入到我们关注的视野里头了 大家都知道北方人喜好高盐的咸鲜口味 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 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南方人喜欢的甜口 也会导致血压心率急剧上升 威胁心脑血管健康 那么究竟哪种糖会损伤心脑血管 吃多少糖会超出摄入糖的健康标准呢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现在国际上推荐的糖量 我们总有一个标准嘛 一天一个人吃的所有热量里头 有简单糖就是我们吃的白糖啊 这些个简单糖供给的热量 希望大家不超过10% 一个人比如像李医生 一天需要的总热量是2000大卡 平均像他这样的身高体重年龄 2000大卡的10%就是200大卡 换句话说 李医生一天吃进去的所有白糖产生的热量 的上限不能超过200大卡 那是多少糖呢 听我说 一克糖产生四大卡 200大卡除以四 50 50克糖 这就是李医生 他应该每天吃的糖的上限 是不超过50克 这还是在前提在 我们看啊 李医生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李医生的心血管很健康 他没有高血压 没有现在冠心病 没有什么高脂血症这些问题 如果我把这些因素全部都考虑进去 它是有个肥胖的 糖尿病的 有一道素抵抗的等等等等 全部考虑进去 它的糖量还得减半 那就是用能量乘以10% 是那个上限再去除以 4 除以4 这么严格 听我说 就是今天我们要想把这个糖 达到一个超标的水平 丝毫不费劲 太容易了 很轻而易举的 就能超过这个量 我们现在就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来 到底吃糖多了 有哪些危害 刚才李医生已经讲了 非常形象和重要的一些概念 那么有些人就会提了 为什么 为什么糖可以引起心血管的变化 肥胖吗 不是 肥胖是间接原因 现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伙现在已经在一些动物研究 包括一些初步的人体研究看到了 如果大量的果糖摄入 直接可以使交感神经兴奋 刺激你的交感神经兴奋 让你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紧张 所谓的外周血管的阻力越来越高 所以的血压伤起 这是一个直接原因 第二个是间接原因 就刚才月月说的 长期吃糖 大量吃糖以后 人发胖 这种发胖 肯定性地导致血压会高 肯定性地导致糖尿病风险 高知血症的风险会高 所以我看的那个一心 特别惊恐的眼神 我不解呀 眼睛越来越大了 我不解呀 因为南方人 不是都是偏瘦的吗 南方人瘦 并不代表着瘦就是健康 刚才小黄拿的这道菜的糖分 绝不是十几几十克的数量 而是上百克的数量 菜谱里说 对 菜谱里说是四百克白糖 听听了吗 这是最起码的 四百克白糖 五百克就是一斤呢 那有什么新鲜 当然有些人说了 这道菜不可能我一个人吃进去 我们一家三四口人一块吃 但你那一顿饭 就这一道菜的量 也远远超过了标准 归根结底 如果我们硬要分个输赢 我觉得 那肯定是我们胜 可能分不出输赢来 打个平手 打个平手吧 因为原来好像是觉得 只有咸的东西 对心血管有风险 现在发现过甜 糖分过多的东西 也好不到哪去 刚说 说 那这个里面放的是红糖 还是白糖 这应该是放的是白糖 那如果放红糖 会不会好一点 误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所以你要走出吃的误区 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就可以获得于康教授亲笔签名 为了报答你这个好意 我告诉你 为什么你说的这个红糖 更具有欺骗性 黄糖 红糖 方糖 很多的糖 大家都会觉得 对冰糖比那个普通的白糖 好像感觉 好一点 是更健康 我告诉你 在这里头 对中国老百姓而言 最具欺骗性的是红糖 因为很多人 某些时候 要喝红糖水 产妇 产妇 姨妈红糖 孕妇 对 觉得那是个补品 觉得是补品 贫血 只要沾红的东西 就是好东西 补血的 补血的 这些概念通通错误 我跟大家讲 所谓红糖 跟白糖实际上是一回事 红糖就是白糖的 前期阶段 红糖是很粗糙的一个糖 把它在剥离提唇 在唇化以后 就变成白糖 前世今生的关系 那也许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他们俩糖的性质是一样的 产热是一样的 到体内刚才说的 像李医生说的 对心脑血管那些血压的影响 也是一样的 懂了 所以我们千万别迷信 说我好像换成红糖 就放心了 错了 就是从西的角度来说 是一回事 对 那我们这是不是赢了 咱没说盐呢 莫老师 咱没说咸呢 批评了这么半天 是不是我们赢啊 不是 不是 莫老师 不是 盐已经是定性了 肯定是不行了 今儿我的目的就是 给您扯平了 把那糖也给拉下来 对 然后告诉大家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建议 是成人每天的这个糖的摄入量 25到30克每天 20克25克 这个以下 实际上我们提到的 这是添加糖 对 不是说我们从天然的食物里面 摄入的糖分 对 不包括 就是指添加的 是添加的 而且这个李医生提的这点 非常重要 我要谢谢他 因为他这句话 使我想到了 为什么现在人们不提倡 敞开了吃水果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讲过 我说水果的安全性 是不如蔬菜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考虑到里头的果糖 还有其他的一些糖 它的含量比较高 所以我非常反对 有些女孩为了所谓的减肥 晚上就苹果餐 什么橘子餐 猕猴桃餐 这种做法很错误 都改成苹果餐 你这属于营养不良餐 我们希望的是大家要完整 这个人就是个 不完整 严重的不完整 谣言传播者 对 所以要到咱们这终结 当然了 这个同样都是肉菜 对 然后呢 能感觉到 就是在吃肉的过程当中 东北人想了很多的办法 又是豆腐 对 又是木耳 然后又是粉条 就想搭到一块 看看能不能够 中和一下这个肉的味道 南方人想的办法是 是不是口感甜一点 可以稍微解解腻 我跟你这么讲 高糖加高脂肪混搭在一起的话 这个危害会加倍 对 所以高脂肪加糖 大家看一下这个屏幕 你看 鱼心屏幕后边的这个照片 就特别形象 糖油混合物 没错 过去我们老觉得 糖油混合物是什么 吃个奶油蛋糕 那叫糖油混合物 不是 还有那个 就是鸭皮这样白砂糖 对 你看 这都是这么吃起长大 还有炸糖油表 一路 这都一路 这两样都是有喜好性的 过去我管的叫成瘾 不良嗜好 不良嗜好 越吃越爱吃 所以当它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告诉你 喜好这道菜的人会 很生我的气 为什么 我说这道菜不好 因为他们是非常喜好这道菜 而且有些人是经常会吃的 千万不要过量 因为里面盐也太多了 糖也太多了 油也太多 油也太多 那问一下李医生 李医生请问 有没有什么食物跟肉 搭配到一块比较好呢 高糖分与高脂肪同时出现 大大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么究竟如何烹饪肉食 才能既美味又健康呢 接下来 大医生即将向您推荐 健康炖肉的好搭档 那么有一样食物呢 如果你跟这个肉一起炖 它就可以非常好的 把这个肉里边的 这个油脂的成分 吸到它自身里面去 哦 与肉的这个搭档的 这个很神秘的食材 端上来了 这叫什么呢 叫芋头 对 又叫炖肉伴侣 今天刚有的这个名好吗 李医生你切它干嘛呢 哦 一片白 怎么 李教授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此刻 大脑中的状况 一片空白 这没什么空白 刚才李医生说了个 很重要的 叫做肉食伴侣 因为它里头富含有一些个 可以吸附油脂的一些结构 所以用它来吸油之后还吃它吗 那得看你吃不吃了 反正我是不吃啊 哦 是这个意思 李医生有可能吃 芋头 吸了油的 我就特别任性 因为我有吃它的脂本 芋头啊 里头有很多好东西的 有一定的粘性的物质 粘液蛋白 粘液蛋白 跟肉搭在一起的烹调过程呢 可以通过里头一些微结构 吸附一些油脂 芋头富含吸油结构 而市面上有大芋头 小芋头 让人挑花了眼 究竟哪种吸油效果好呢 我们将大芋头和小芋头 切成等量大小 放入等量的油中 做一个吸油实验 经过模拟芋头 在油锅中的炖煮过程后 我们发现 大芋头吸走的油量更多 也就是说 咱们用这种大芋头和肉一起炖 能起到更好的吸油效果 那么在吸油伴侣的帮助之余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这个芋头里面 还有一种成分是鎂 是吧 对 每对吸血管可能就是好的 但是呢 这里头呢 要权衡一下它的利弊 因为如果我单吃芋头的话 对于吸血管的健康 可能是有利大于弊的 但是现在我们要把它 跟油跟肉混搭在一起 这里头就要考虑到 有可能你摄入的油脂会超标 好的 那首先是靠它来吸附了 但是既然油都吸附进去了 您自己决定吧 这个芋头吃多吃少 肉吃多吃少 这是看大家的 余教授就不再做得罪人的事了 不然就全意吃 因为你年纪大了 也稍微圆滑一点 我不再说了 这个要少吃 那个要少吃 咱也不了 我是 是吧 实在不听劝就看书 看书 然后 然后这个芋头 很多观众就是想知道 是怎么挑选的 就是看这个后面的尾巴 颜色是粉紫色紫红色的 鲜艳的 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新鲜的 这是一点 然后再就是切开之后 看它的那个白的程度 这个白的很精明 感觉到很干净 是的 是的 就是挑的时候 包括还有什么重量 好多的说法 我们都会总结到 我们的公众账号当中 此时此刻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账号 就有更详细的 健康肉菜的菜谱 送给大家 好的 那这个芋头扣肉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到场外 跟随大厨去学习一下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芋头扣肉 这小芋头啊 是蒸着吃的 这大芋头切成片 跟那个五花三层肉 一块蒸 这个芋头能把这个 五花肉的油脂都吸了 五花肉就肥而不腻 五花肉呢 先煮 六七成七八成熟的时候 成型了 抹上老抽 下油锅炸 定型了以后 再切成片 芋头呢 削皮切成片 肉和这个芋头切好了 放在这个碗里头 加入各种调料一半 马碗的时候呢 肉皮一定要冲下 一块肉 一块芋头 散锅蒸 这道芋头烤肉 做好了 刚才那个 没有什么胜负是吧 对 就打平了 都不咋地 下一道菜 下一道菜 下药了 南田北咸 有一样东西 一直在民间南风高下 来 沐老师 走 我们这是北咸的 来来来 这个是南田北咸 对 你看这个 打开看看 来 看一下 豆腐脑还真是南田北咸 豆腐脑还是北方的好吃 南方的好吃 这样炒下去就没有信息量了 北方的好吃 南方的好吃 我小时候啊 还没学会穿裤子 我就学会吃豆腐脑了 你知道做豆腐脑 这前面这个卤啊 必须要用一种菜 叫黄花菜 黄花菜是什么的吗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是抗抗抗护育症 不重要 因为豆腐脑 主要是吃豆腐脑 甜豆花还是鲜豆花 在网上一直有人在吵架 甜咸之争 李一生是不是又有地图啊 不会吧 这就是现在在全国做调研之后 大家吃甜豆花和咸豆花的分布 这个不奇怪 在中国总体而言 吃咸的人是比吃甜的要多一些的 这是确定的 那哪个好 哪个好 反正是我认为 不管是甜和咸过量 对健康的影响都是确定的坏 这两个豆腐脑部讨论它的甜和咸 对 但是我看到了这个豆腐是不一样的 什么不一样 这个北方的豆腐脑用的是北豆腐 对 南方的豆腐脑用的是南豆腐 对 北豆腐是卤水打造的 卤水打造的 南豆腐是石膏 所以两者虽然都是豆腐 但是在很多方面有差别 比如说这个卤水点的豆腐 它口感相对粗一点 我喜欢北豆腐 对 南豆腐就滑嫩一点 那么从营养角度而言 两者确实有些差别 南北美食比拼之豆腐 南北两种豆腐的营养含量 究竟哪个更胜一筹呢 我们将两种豆腐送入实验室 研磨取样 称凉 进行营养成分检测 最终的数据结果到底是怎样的 回到演播室现场 答案马上揭晓 来看一下南北豆腐营养素数据对比 营养含量来看 不管是蛋白质还是钙 北豆腐略胜一筹 对 还是高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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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高的量啊 不足以让你们仨拍手 因为高的那点量啊 坏率地说影响不会太大 那我们多吃点不就告得多了 不是那个蛋白质对人体有好处 对 这就好 它里边含蛋白量的 那我就多多益善呗 对不起 穆老师 你只说对了前半段 后半段是什么呢 多多益善 没好看书 翻到我这本书的 你多益来的 你去找我 蛋白质是好东西 但是绝不是多多益善 对 关于这个蛋白质的量 是多还是少 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 到底多量合适 我们这个宝典里头 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参考 你变成宝典 走出吃的误区这边 我都迫不及待了 要看一看 这个蛋白质到底有哪些误区 我们看看黄色的这一部分 好 注意看 过量 过量二字 穆老师 过量补充蛋白质 超过人体需要 蛋白质代谢的底物 是含氮的废物 可以造成肾脏的老化 和损伤的可能风险加大 同时 蛋白质大量摄入 可以造成尿里头钙的流失 每超标一克蛋白质 可能导致1.75克钙流失 我的蛋白超大量的摄入的时候 我丢钙大幅度增高 增加骨质疏松等等的风险 那这伤害很大 对吧 所以蛋白质绝不是多多益善 蛋白质缺乏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呢 我们结合道具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我们看这是一个人的手掌 问题呢出在了他的指甲上 蛋白质缺乏的人呢 可能会出现手指甲的变薄变软 还有些人会出现分层 这都是提示 体内蛋白质可能不足 我们看这是一个腿 这是一个下肢呢 我们看在缺乏蛋白质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现 水肿 我们按它的这个脚踝啊脚面 可能都会出现 水肿 这些都是蛋白质缺乏的一些表现 如果说发现自己有一些蛛丝马迹 证明我们蛋白质吃得不够了 应该怎么补充 蛋白质的补充 必须贯彻一天的所有餐食 我们绝不能回到家 晚上这顿饭的时候再拼命地补 而是从早 中 晚 三餐都要开始补 甚至家餐的时候都要开始补 里头都要有点蛋白质的东西 而且是要分两种情况 就是健康人蛋白质怎么摄入 已经缺乏的人应该怎么摄入 今天康书会给两个解决方案 然后如果大家等一下没有记住 因为康书的语速很快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会告诉大家 具体地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方法 对 我们看一看红色的部分 我们有一些个简单的法则 但是非常实用和好记 如果针对我们蛋白质状况 健康正常的朋友而言 一加一 二加二的吃法是非常漂亮的 健康成人每天适量地吃主食之外 什么呢 注意啊 一袋牛奶 大概250毫升到300毫升 加上一个鸡蛋 这就是一加一 我觉得这个放在早餐 很多朋友都能做到了 对 然后二加二是什么呢 二两瘦肉加二两豆腐 举个例子 二两瘦肉就可以放在中午 二两豆腐就可以放在晚上 这样子也符合我们一天运动状态下 油脂啊 肉啊 动物性食品 植物性食品的收入 我总是觉得还是素了一些 因为这个是讲的一般情况之下 那么李医生呢 他正当的这个 壮年 轻壮年 这个身材就非常的迷人 然后呢 各方面的健康指数又很棒 那么你就可以在晚餐的时候 增加一点瘦肉 在午餐的时候增加一些豆腐 换句话说 你的量可以比它更大 就是瘦肉的豆腐 不是 你吃鱼也可以啊 我的瘦肉包括鸡鸭 鱼肉 虾 吃所有的东西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还有第二拨人 就是他们是蛋白质缺乏的人群 包括我们说有些人吃素 有些人可能吃的量太少 一味地减肥 有些人可能是做完手术 住院的患者等等等等 这些朋友 我们就要给它适当地增加 变成1加1 同时3加3 注意从2加2变成3加3加3 三两瘦肉 三两瘦肉 加上三两豆腐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使得他们补进去 更多的需要的蛋白质 如果说温方教授 譬如说我不是很爱吃肉 我可以用豆腐来代替肉吗 可以用豆腐来代替肉 但是五蛋白的效果上 还是肉略微好一点 动物蛋白更好 动物蛋白更好一点 或者就把这二两瘦肉 用比如说鱼 可以啊 或者是虾 可以 当然可以 或者像鸭肉 鸡肉 都可以替代这个二两瘦肉 是的 我就这里有一点提示各位 我们有一个老病人 他是因为担心心脑血管方面的风险 所以他把所谓的红肉改成白肉 但是一点都不吃红肉 猪牛羊肉完全不吃 但是他知道蛋白质的好处 所以他吃豆腐 吃鱼 但是三个月以后出现缺铁性贫瘠 六十七岁的老人 红肉里面是有铁的 所以我一直坚持 红肉作为少量的补充 每天半两是必须的 半两就这么一小块 但这一小块足够补铁了 所以还是强调 营养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均耗 没错 不要过犹不均 没错 余教授有一个问题 喝豆浆能不能代替吃豆腐 完全不行 豆浆的营养价值 恕我直言 远没想象的那么高 但如果我喝完豆浆 比如我自己做的豆浆 然后我连那豆渣一起吃了 这个就不一样了 因为豆浆呢 把豆类里头的很多营养成分 大幅度稀释 十几到几十倍的稀释 所以它营养价值 所以做豆浆的过程中 就是流下来的那些所谓的糟粕 其实是精华 对的 豆浆实际上有两个不能替代 第一 豆浆不能替代豆腐 第二 豆浆不能替代牛奶 有的人说我牛奶喝得不舒服 我喝一碗豆浆 我告诉你不等价 在补钙效率上 如果牛奶是一百分的话 豆浆十分都不到 在补钙上 当然你说我口感那是另外问题 所以我说牛奶喝不了的人 不能够拿豆浆替代 只能拿酸奶 行啊 很专业啊 学会想拿了 那今天我们来进入到第三道菜的这个比评当中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南田北鞋 来两位代表请上菜 下一道菜在黄一新的老家应该是一个甜品吧 甜品 对不对 什么东西 然后沐老师 咱们那边就不算是甜品了 咱们那边该怎么说呢 这算是 我们这个好 这个原生态 我们这原生态 来吧 走 这俩不一样 您端错了吧 端了原材料上来 不是原材 熟的 煮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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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糖水蛋 糖 搁水里煮化了以后 然后把鸡蛋窝进去 成形以后拿开 十分钟吧 出来大概就是这个 不怎么好吃 就是北方人可能不太习惯 我们蘸酱油吃这个 对 蘸酱油 蘸酱油 再加点香油 真的就水煮蛋 然后包开之后蘸点盐 或者是蘸点酱油 蘸酱油 蘸酱油也很好 蘸酱油 蘸酱油 颜值本来挺好的一个鸡蛋 非得蘸点什么 我们在网上有发现 这个说法吗 有人说糖水煮鸡蛋 有毒 这个毒是双引号的 不是说真的有毒 是说鸡蛋跟糖一块煮 容易产生一种 什么什么结合物 然后容易造成 什么酵化不良 对 如果说到什么毒 显然是夸大 肯定是 你要说它有什么结合呢 我们就是说 里头的这个糖基 跟一些氨基酸 结合成一种糖基氨基酸 不好消化 不好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就是说 吃了以后容易胃不舒服 这个我觉得 有点夸大 因为跟不同的人 他的耐受反应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就觉得 它的最大影响到不是这个 而是如果在吃一个鸡蛋的时候 吃进这么多糖 有一点不合适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煮住 反正就是我又输了呗 没有 拿走 拿个鸡蛋走 总要拿点什么平衡一下 对 但这个煮鸡蛋我是非常提倡的 但沐老师您后半句 那煮鸡蛋还非得蘸酱油 蘸盐 你要是如果这个 什么都不蘸的话 是啊 很难下咽 你看 这就是长期形成了 必须在盐的 咸的条件之下 吃饭的这么一个前提 实际上脱离这个盐的依赖 这是我们提倡的 我是很主张这个水煮鸡蛋 我不主张糖水蛋 也不主张生鸡蛋 你们看南方有些人 对 吃那个半生不熟的鸡蛋 里面什么菌来着 沙门市 我主张吃水煮鸡蛋并不唯一 比如说 有的时候我可以吃炒鸡蛋 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我最爱吃 炒鸡蛋唯一要注意的一点 是有些人喜欢加大油 您平时做西红柿炒鸡蛋 放多少油您注意过 没注意过 25800 没注意过 炒鸡蛋肯定的放油 放油香啊 西红柿炒鸡蛋 您到底放了多少油 我是大医生 分别走访了三户人家 带着标有刻度的小油壶 咱们去看一看 一道西红柿炒鸡蛋 究竟能放多少油 多放点油香 炒鸡蛋 好了 然后再打点油炒鸡蛋 炒鸡蛋 炒鸡蛋 我平常做饭的时候 放油会比较少 而且喜欢用这个平底锅 然后让周围的油都摘一下 用这种鸡蛋放进去 放西红柿的时候我就不放油了 我直接把西红柿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习惯是拿这个锅饭把它焖一下 好 现在把鸡蛋放进去 我觉得比较健康 味道比较好的西红柿炒鸡蛋做好了 1号 西红柿炒鸡蛋放了55克油 多放点油香 2号 几乎放到了80克的油 然后再倒点油 3号 用油最少 只用了不到25克的油 放油香啊 真的放油越多越香嘛 我们把三户人家炒好的西红柿鸡蛋带回去 让大家尝一尝哪份更好吃 不用说话吗 看哪个好吃 还不如我做 2号比较好吃 我觉得2号最好吃 有水 我觉得这三个里面2号最好吃 第二个好吃 我觉得应该第一个比较香 我觉得还是这个更好一点 我得多吃 在不知道放油量的前提下 油最大的2号西红柿炒鸡蛋 果然最受欢迎 我们继续回到演播室现场 听听于康教授又有什么饮食小误区 要纠正大家 油量啊 因为油大了以后这个鸡蛋好香 要不然不香啊 对啊 甚至有些厨师是在打鸡蛋的时候就浇一勺油进去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出来的鸡蛋会腾得很大 生活小窍门来了 告诉你这个生活小窍门蛋不主张你经常用 为什么 因为你就会产生一种 只有在高油的情况下炒出这个蛋 香你会产生依赖感 好吃 对 其实大家道理都已经明白了 只不过我们习惯了 就跟于康教授辩论辩论 过过嘴尔 但真的到餐桌上 大伙还是听他的 对 还是很听于教授的话的 所以归根结底 就是如果说穆老师这个水煮鸡蛋 它不蘸酱油 或者不蘸那么多的酱油 那么这一轮肯定是穆老师这个水煮蛋 肯定是 要迎过这个糖水蛋了 当然讲到了鸡蛋就要说一个 鸡蛋背了39年的一个 很冤的黑锅 来看一下是什么 来看大屏幕 鸡蛋黄会增加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所以很多人不敢吃鸡蛋 尤其是不敢吃蛋黄 怎么说背了39年的黑锅呢 1977年国际对于吃进去的胆固醇 有一个推荐量标准 当时推荐的量 在血胆固醇正常的人的情况之下 比如像李医生 他一天吃的胆固醇量 国际的推荐量标准的上限 是300毫克 如果是已经有高胆固醇血症的人 推荐的上限是不超过每天200毫克 那么什么概念 这么一个中等大小 加上皮在内60克的鸡蛋 它的鸡蛋黄里的胆固醇 大概是接近300毫克 换句话说 如果我一个水煮鸡蛋 这么一个完整的鸡蛋吃进去 我一天所摄入的胆固醇的量 就达到了所谓的推荐的标准 就够了 所以有些朋友就不太敢吃鸡蛋黄 但很多研究已经发现这是个误区 为什么是误区 大家注意这句话 你们回头看一眼 鸡蛋黄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 这句话是错的 鸡蛋黄里有没有胆固醇 有胆固醇 这个胆固醇是食物胆固醇 李老师研究的心血管里头说的 血里的胆固醇是血中的胆固醇 从食物胆固醇变成血的胆固醇 绝不是这么简单地吃进去就转变的 身体里的胆固醇 血里的胆固醇 主要来源不是吃进去的 70%是肝脏生成的 自己合成的 自己合成的 当你外源性不吃任何胆固醇的时候 体内合成胆固醇就会拼命地增加 所以你可以解释 为什么完全吃素 零胆固醇摄入的群体 照样有高胆固醇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没错 那么如果我正常地吃鸡蛋 包括每天正常地吃鸡蛋 适量地吃 鸡蛋黄里头的胆固醇 并不会直接到血里头 把血固醇摘不醇生起来 相反鸡蛋黄里的卵磷脂 怎么对调节胆固醇还有帮助 所以最近几年 包括中国医药学会 包括美国等等 对膳食力胆固醇 已经大大放宽了 并不特别设置膳食力胆固醇的上限 主张每天正常摄入一定量的鸡蛋 对人的好处远大过所谓的 摄入胆固醇的风险 那是不是绝大多数人 每天一个完整的鸡蛋 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 甚至包括已经有 高胆固醇血症的人 也不要完全不吃鸡蛋 否则的话 你会丢吃很多鸡蛋黄 有重要东西 对 那么讲到鸡蛋 来问大家一些问题 吴老师 您一般去超市买什么样的鸡蛋 我比较抠门 很便宜 这个我自己吃的时候呢 我就买散装鸡蛋 新鲜是吧 新鲜 上面还要带着鸡粪是吗 人都洗干净了 刚成农场运过来的 然后呢 就是说你要到朋友家 去过年过节 挺不好买的 品种特别多 品种特别多 有土鸡蛋 有什么绿色鸡蛋 有生态鸡蛋 有生态鸡蛋 这鸡蛋太复杂了 鲜杂粮蛋 我不知道 就是说鸡吃的是鲜杂粮是吗 对啊 对 那是鸡吃啊 鸡吃的鲜杂粮 然后还有 优蛋白生态鸡蛋 柴鸡蛋 负锡鸡鸡蛋 就是说这鸡蛋里是锡含量比较高 各种各样的 来 我们找一个观众吧 让他选一个 对 那你拿 你来吧 你跟我说这么多的鸡蛋 你会选择哪一种 选择最贵的 按我去挑的话 我平时买鸡蛋 可能就是裁鸡蛋 我觉得贵的东西 有它贵的理由 那我可能会挑选 就是17块钱的 买贵的 可能会更有营养价值 对 就是如果刷别人的卡 我也买这个 特别愿意让你买贵的 因为它开的 来 没关系 不知道你答的对不对 但是感谢你的回答 送给你一斤提供的 防重疾经验检测套餐一份 谢谢 满带而归而在答错了 实在是不应该 这没有对错 别人爱吃什么吃什么嘛 为什么以前 你都不是这么说的呢 我什么以前没那么说吗 没有啊 是吗 到底这个女孩说的对不对啊 她说如果我是看价钱 我觉得贵的应该有贵的道理 我选了一个贵的 如果你让我自己去买 那我觉得柴鸡蛋就可以 那咱们这么说吧 要换成我选 我支持沐老师 我就选这最便宜的 普通的鸡蛋 散装的 散装的 论筋腰 论筋腰 几块钱一斤 没有什么十几二十几 没这一 二十七特别 为什么呢 所以其实到底这些鸡蛋 你看价格千差万别 到底营养素差多少 我们特别去实验室 做了实验 我们还是数字说话 来看 好 我们看一眼啊 市面上各种各样的鸡蛋 沐通的价格 甚至相差了将近四倍 那么这些鸡蛋的 营养含量 有多大的差别呢 我们将这几种 常见的鸡蛋 送到实验室 进行营养成分检测 实验结果表明 这几种鸡蛋中 普通鲜鸡蛋 胆固醇的含量 相对较高 402毫克每百克 初产蛋的含量 相对较低 320毫克每百克 脂肪含量最多的 乌鸡蛋和最低的 初产蛋 相差了2.3克每百克 而蛋白质的含量 基本持平 最多相差不到 1克每百克 价格偏贵的柴鸡蛋 还不如我们的 普通鸡蛋中 蛋白质的含量高 鸡蛋中其他 微量元素 钙铁维生素 也并没有随着 价格的升高 呈现明显的升高趋势 短片大家看到了 实际上第一 两者之间的营养素含量 是微乎其微的差别 根本差不到 刚才我们说 那个价格上 可能差了一倍啊 或者没有这个价格 第二个呢 那个柴鸡蛋 它在某些脂肪上 反而会偏高一点 所以我们觉得 如果你真的 喜欢柴鸡蛋的味儿 你就买点也无可厚非 但你别说 我为了追求营养 它营养多好 我就专门买它 我告诉你 营养差不多了 它也好不掉多少 是不是 就是如果非要纠结于 什么样的鸡蛋 各有营养 我觉得有一句话 是于康教授 也没有办法反驳我的 就是新鲜的鸡蛋 那当然 各有营养 那当然 于教授 什么样的鸡蛋 是新鲜的鸡蛋 您知道怎么判断吗 就是那个 挑那个鸡蛋的时候 它里头那个气囊 会比较少 以前我看我妈 满鸡蛋的时候 有那个 放在那个灯套上面照 对啊 它要看那个气囊的多少 透亮 如果透的气量很大 这就有问题 一个是透亮 第二个 没有透亮的时候 拿一盆水 把这个鸡蛋 沉到水里头去 第一个 沉下去的 这是比较好 第二个呢 它要是有点那个 它就这样了 有的就这样 今天我们导演 给准备了一颗 有毒的鸡蛋 对 我们来让余康教授 来鉴定一下 别老动不动就吓了人 什么叫有 什么叫有毒的鸡蛋 来 余康教授 毒蛋在此 这什么毒蛋呢 就是刚煮出来的这个鸡蛋 然后大家为了好包 就丢到冷水里去 都这样拿去冲冷水 就是跟那个人争丧拿 然后毛孔不就破大了吗 然后这时候你如果是 比如说拿什么 不太干净的东西 敷上去 然后可能脏东西 就顺着那个 撑大的毛孔进去 其实就是想说 是不是在鸡蛋身上 也会有这样的原理 就刚刚煮完以后 可能鸡蛋身上 那个孔就全撑开了 然后放到那个冷水里 冷水里的细菌 就顺着那孔进到鸡蛋里 这么说吧 别解释了 行了 行了 在低水平的层面上 重复一万遍 也是低水平 这个你要说 你要说它煮完了以后 这毛孔放不放大 它有可能放大了 但是第一呢 能不能放大到 有害物质就进去 没错 第二能进去多少 第三你这个冷水里 有多少有害物质 第四我弄过干净水 不就完了吗 第五一个 您那么说的话 这家伙吃得 这夺人天天吃 那个蛋煮熟了 放在那个 放在凉水里头 好家伙 第一 选择新鲜蛋 第二 水煮熟了 第三 少放糖 别加盐 别蘸酱油 第四 爱怎么包怎么包 最后吃就行 就高兴 OK 好吗 那当然了 此时此刻 只需要大家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 我是大医生的 微信公众账号 里面还有更多的 我们自己做出来 这个健康蛋的 精美的小视频 可以在里面大家 来学习学习 我们日子过得 再精致一点 煮鸡蛋 冷水下锅 慢升温 煮沸三分钟 停火浸泡五分钟 口感不老 营养好 炒鸡蛋加两样饱 料酒清水 和蛋饺 小火慢炒的鸡蛋 口感滑嫩不糊光 蒸蛋羹 牛奶代替清水 200毫升牛奶两颗蛋 隔水蒸上十分钟 营养更全更可口 荷包蛋 清水中加少许醋 水开打蛋 三到四分钟 就可以捞出来了 煎鸡蛋中加面粉 油部外溅色则加 蛋白凝固后 浇两小勺热水 马上盖盖 两分钟后 就可以出锅了 摊鸡蛋 锅中倒油 平铺均匀 烧热后 绕圈倒入鸡蛋 迅速填满空气 中国摊蛋最适宜